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葉寶清小姐 你好 又見了 很開心 其實我真的要很感謝你 因為你近這幾個月 其實你的人不在香港 其實你是在柏林 但我也抓了你來幾次 你真的很賞臉 謝謝你的邀請 謝謝你 很開心 所以你也是幫我們說 其實你這次回來是為了什麼 其實我是剛剛聖誕節那段時間 就唱了一個演唱 在香港電台搞的 一個演唱 聖誕節音樂會 他們搞了很多年 我也很榮幸他們請我回來再唱 所以就唱了 你唱了什麼 今年他們 不是今年 應該是去年 他們的歌詞是莫澤特 全部都是莫澤特的作品 因為他們每年都有不同的題目 那些是就這樣唱的 對 不是就這樣唱的 不是就這樣唱的 歌劇 但是很開心 很有聖誕的氣氛 是啊 而且每年他們都有找一個人 幫我們安排一個聖誕節音樂 那些聖誕節音樂 觀眾都可以一起參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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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聖誕氣氛 還有觀眾 跟我們有一個交流 很溫暖的感覺 是的 很有聖誕氣氛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唱這個演唱 每年唱 我也覺得很感動 還有很有聖誕氣氛 是的 是的 其實香港現在越來越少吃大氣氛 是嗎 是的 我記得你小時候經常看燈飾 現在好像笑了 我小時候是很好的 我真的很想念小時候過聖誕的 很開心 因為我們會去舅父家 有一個天台 有很多親戚 那時候在灣仔 到12時 有些響起的鐘 聽到一些嘴巴 可能我混合了聖誕和隨即 因為兩次的那些都會做 接著他們會開香檳 然後大家會唱 《阿蘭曼仔》 很開心 小時候有宵夜吃 真的很開心 但現在沒有聖誕之 隨時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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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時我很期待聖誕和隨即 看著大人 大人喝著酒 真的是開香檳 聽著那些鐘聲 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是西化的 所以他們會唱 喝香檳 喝紅酒 唱 《阿蘭曼仔》 是的 很好的感覺 小時候就在圍著火 很開心 沒有了 現在很少 我也覺得香港 所以這個音樂會 比我有一個聖誕 聖誕 來了 有一年 是的 是的 都很開心 每一年唱這個音樂會 都很開心 覺得好像一個很大的派對 是的 很厲害 你不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做事 嗯 很開心 好像是一個派對 是的 是的 你去年去了柏林 是的 是的 其實我打算在這一年裡 我會多放一些時間在歐洲那邊 是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始終 古典音樂在香港也不是很高 市場不是太大 是的 變成我們 我們 是一個 表演者 在香港 可以表演的機會不是太多 所以 我自己也想嘗試去歐洲 去試一下 看看我可不可以 有沒有機會發展 或者 還有剛才 我想我之前兩集 有看過 就是說 雖然我們有學過歐洲的語言 是的 但是始終 你在香港 你沒有機會用 你沒有機會去練習 所以我 選了去德國 其實我很喜歡英文 這個語言 所以我想在這一年裡 可以多給自己機會 去講英文 或者去聽英文 讓我自己可以 所以 對這個語言有更深的認識 是的 所以就想 有這個概念 即是上了幾個月課 我去了兩個多月 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 上課每天都上課 是 每天上課 是的 老師其實是用德文教的 全部都是德文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也明白 他會就著你講的 你不明白 他就會用英文來解釋 哦 OK 他也會盡量用德文 是的 我也覺得是好 當你在那個環境裡 你每天都要對著 看著 聽著 你一定會快很多 是的 是的 不多不少都拿到一些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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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 有些什麼是跟工作有關 做到的 我後來就 那兩個月其實都 其實是一個 叫做給我自己一個 慢著的一個時候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在香港其實是 每個月都不停地做事 沒有什麼時候停下來 是的 我又要教餐 我自己又要很多表演 那就是沒有什麼時間 給自己消化一下 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我覺得 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你一定要有一些時間 時間 off 給自己去 考慮 或者去消化一下 你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想 給自己一個靜的時間 給自己一個靜的時間 去想一下 是否購物 沒有了 沒有購物 大過女兒 知道賺錢是不容易 現在轉了新環境 又要購物一下 調整一下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我經常都說 我現在是一個窮學生 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樣揮霍 但你現在去到 其實你都在揮霍 其實我現在是 因為沒有收入 一直用自己的積蓄 去懷疑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又覺得 是值得的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因為我其實 我是休息了很多事情 這段時間 有很多人找我唱歌 但我都推了 就是為了要留在歐洲 我覺得 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要休息了這麼多事情 不做會不會不值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會覺得 是值得的 因為這段時間 是給我自己一個反思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當你一邊做一邊做 做到一個地步 你覺得自己好像迷失了 你不知道自己 做這件事是為了什麼 但是我覺得 不可以是這樣的 我覺得我要 跳出來去看 想突然做這件事 雖然你喜歡這件事 但是做到這樣 你都會覺得 你是否真的喜歡這件事 其實你還不知道 我不知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會想著我為甚麼要這麼忙 除了錢之外 我的生命或者我的生活還有些甚麼 還有其實在香港 我覺得去到一個地步好像沒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就要有些新的衝擊 讓我自己去學多些東西 我這兩月在德國 雖然不是很長時間來的 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看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找老師上課 有些教訓的教訓 有些我自己一直唱了很久的歌 我原來可以有一個新的方法去想 去唱的 我以前一直都沒有想過 看了很多不同的製作 看了很多不同的唱歌 或者不一定是唱歌 或者其他製作 這些東西對我有很大的衝擊 有很多新的興奮 是的 我覺得是值得的 是的 而且說到這麼短的時間 是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著這一年在德國的生活 是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說 OK了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很想唱歌 那你可以用什麼渠道去達成這個願望 其實都是我們要參與 因為他們的經理人都有經理人 是的 所以就會參與給這些經理人聽 有經理人 還有音樂廳 因為德國大大小小 也有很多音樂廳 有幾百個音樂廳 整個德國 那我就要去唱給這些人聽 看看他們要不要我 就像別人在建工那樣 你要發出你的resume 你去面試 但他們是不是都是在製作 一些 他們有兩個不同的合約 有些就叫Fest Contract Fest Contract就是 你是基於一個歌劇院去打工 每晚都要唱不同的歌劇 即是他們有什麼歌劇 他們訂購你唱什麼角色 你就要唱上去唱 就好像月薪打工 另外一個就叫Gas Contract Gas Contract就是 真的是By Production 就是他聘請你只做這個角色 是的 就是一個project 就是一個contract 那你自己想去那種 其實我沒什麼所謂 因為所有東西 對於我來說是很新的 其實為什麼我很想去外國呢 就是因為我到現在都覺得自己 不算是一個全職的專業 因為在香港始終你要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維持 去維生 你不可以用只是唱歌去維生 所以我始終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專業的唱歌 我是讀這件事 我是做音樂的東西 但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唱歌 我經常都有這樣的感覺 很奇怪 我真的很想去外面 就是看別人 你只是唱歌 因為別人在歐洲 舞蹈是一個職業 你只是唱歌 你不做其他事情 不用 我很想做這件事 這是我的夢 歐洲那些歌手 他們是否真的可以 只是靠唱舞蹈圍到生 但他們的維生是維得挺好的 是好的 即是一份工作 真的可以 即使是維生的 人家是買屋 就這樣唱歌 就像你做了一份工作 你是一份工作 這件事是我很想 即使他們是維生的那種 他們都可以維生得挺好的 是的 這樣也很好 因為他們始終市場的市場大 你想想有這麼多個舞蹈公司 這麼多個舞蹈公司 你這裡唱幾場 那裡唱幾場 即是你不停地走 是的 那你只是唱而已 只是唱… 一直唱… 那… 其實是不錯的生活 嗯 是 但我又覺得 怎樣說呢 在我的… 即是在生活裡面 即是看你怎樣為止 叫做… 是能不能為生 即是在以前我在香港 一直這麼多年 我覺得原來維生是 都… 說你要做很多事 要賺很多錢 因為香港始終相對地 都是一個貴 即是生活指數比較高的地方 但我去柏林 即是… 還有我想是價值觀很不同的 即是你會買東西 你會買很貴的 你吃的要吃很貴的 你要穿很貴的 不知為何你總是有這樣的心態 但今次我去到歐洲 我就覺得原來你很少 我只帶了一個行李箱去 我這兩個月 只是穿我這個行李箱裡面 帶去的衣服 我是沒有買過衣服 真的長大了 穿鞋 真的穿來穿去 我帶了兩雙鞋去 我穿來穿去 都是這兩雙鞋 我發覺原來你 你不會死的 你… 原來一個行李箱 就已經可以 救你生活了 即是我拿著一個行李箱 就走 我發覺原來生活是 可以很簡單 即是你不需要很多東西 或者譬如吃東西 我可以一個麵包 一餐 或者我煮一些很簡單的Pasta 就一餐 即是原來你的生活是可以很簡單 就是這樣 是 即是香港你就會覺得 嘩 什麼都要好的 或者吃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是受了這個文化 我想不到不少會有影響 我不可以想像戴一個行李箱 我真的不會 因為你現在去歐洲 你可以多戴一個行李箱 你要付錢 不是一個人兩個行李箱嗎 但是我還會有兩個行李箱 但是現在好像是一個行李箱 我記得是20公斤 我前年去的瑞士 好像我戴兩個行李箱 後來也吵了很久 後來也好像給我 對 你要另外付錢 你可以戴很多行李箱 都可以 付錢而已 付錢而已 我真的戴一個行李箱 但我戴一個行李箱 只是戴一個行李箱 因為我覺得我不可以給自己買東西 那不是好嗎 你要控制自己很緊張 對 控制自己很緊張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你要做一件事 你一定要負責一些東西 我對於我自己 預算了這一年 就要過一些窮學生的生活 這個是我自己預期了要這樣 是的 你有帶點飯煲過去嗎 沒有 沒有 所以沒有吃過飯 沒有吃過飯嗎 沒有 有的 外賣一些唐餐 飯盒 那個也不錯 不差 你跟香港當然不能相比 是的 但反而我覺得去這兩個月 我其實沒有錯過香港的 沒有錯過唐餐 我記得以前我去一去 其中幾天 我已經很錯過香港的食物 是的 但我這次竟然是沒有 是的 那那裡一定很愉快 一定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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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或者有什麼 但是很簡單的 就是晚上上學 是的 是 九點十二點上學 放了學 回家 可能煮過麵吃 或者煮少許東西吃 然後練歌 練歌 讀德文 一集 就是這麼簡單 或者晚上就去聽音樂會 或者看Opera 很簡單 但是那個很充實 簡單得來 是的 但是香港是很忙很忙很忙 一天很累 你們就知道 但是好像 逆逆逆逆逆逆 你都好像不知做了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時間停 但是我每天坐下來想起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那些時間去了哪裡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看來也要他去沉澱一下 是的 我覺得這個旅程對我來說 是很多得著 是的 而且我聽你連續幾集這樣說 我都很替你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你小時候在屯門 你出到彎仔已經是興奮亡命 是的 但是因為你唱歌這個事業 其實是令到你的exposure 是大了這麼多 就是你見到的東西 可以是多了這麼多 就是你那個 你的世界不再只是香港 是吧 是世界 真的真的向世界邁進出發 你身邊的人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是吧 就是去到一些不同的文化那裡 這個我覺得是 真的是一個慶祝 是的 我也很欣賞 你可以去到 而這個我也知道不是 初初小時候就說是有貴人帶你而已 但是到了現在的時候 是你自己主動去想 我自己主要是要去做 而你不是沒有代價 有的 但是你自己要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那個得著一定是不會少的 你在香港可能是你繼續唱 可能會生活是有收入的 是 是 但是像你所說 香港的生活指數這麼高 你很快都會放上去 是的 而且那個得著是很不同的 不同的 一個心靈上 和一個物質上 就是 是的 我覺得人是不可以 只是靠物質 就是在心靈上 你很多事情要補充 是的 為什麼人們會做到佛力呢 其實就是因為心靈 是缺少了一些東西 而是你自己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是因為我們做藝術 這個行業的人 當你去到某個地步 你自己覺得 總是欠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去找那些東西 是的 但是那些東西可能未必在香港 我找得到 是的 但是我在外國 我就 至少我覺得我可以在 我不知道我能否找得到 但是 至少我試過 是的 但是你之前也試過在歐洲演唱 是的 我試過在意大利 是的 其實我剛剛也去了 其實那兩個月 我又無緣無故有一個演出在丹麥 其實我去了丹麥 其實我朋友在那邊搞了一個 聖誕節 他就說 你反正在柏林 你過來 都是六個小時後火車 你過來吧 我就去了唱那個演出 我又看多了東西 看到原來丹麥人的生活 其實也很簡單 很不得了 他們很家庭 就是已經很開心了 我不是他們的家庭 但是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是一部分的家庭 是的 他們的愛是很厲害的 很感動到我 就是那個生活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起床 吃早餐 麵包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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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家庭 是 原來你這麼小的東西 就可以這麼滿足 這麼開心 嗯 是的 有看到 原來丹麥人的生活 的風格 是 是的 柏林 柏林 會是歐洲之類的起步點 還是你真的想在那裡住 我想會在那裡 然後再四處去 是 為什麼會選擇柏林 其實就是因為 柏林的生活指數比較低 是的 因為住屋比較便宜 而且吃東西也很便宜 譬如我住的附近 其實你可以找到 吃一餐 可能少於5元的餐廳 其實有很多 嗯 就是 生活指數比較低 是的 就適合我這些窮學生 是的 去住 好笑 那時講電話跟你說 你說是便宜的 我都不相信 我還說 我還說我以為是貴的 不貴 相比起其他的德國城市 柏林是相對便宜 而且是很方便 去交通很方便 就是有地鐵 你去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是的 很方便 也不用開車 你不用下車 駕駛幾個小時才去到一個地方 其實我比較怕這些地方 是的 我是喜歡一些 我始終都是 城市長大的人 是的 所以都習慣了 就是 交通便利 是交通便利 是的 是的 還有 還有很多東西 各位我愛的柏林 就是 無論是電影 跳舞 電影 音樂 就是 每晚都有無數的音樂會 你可以去 就是你要抵抗一下 今天晚上想去看哪個歌劇 是 歌劇主要有三個舞蹈 只是柏林 都已經有三個舞蹈 每晚都有舞蹈 都有 那你只要想想想看哪個歌 就是你要選擇 就是太多東西 有時候你看到這個 你又看不到那個 就是很多東西看的 就是三個舞蹈 每晚都有演出 基本上是 那劇目呢 不同的 三個都在做不同的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有這麼多歌劇的劇目 我真的不認識 很多的 還有你每一次去到一個 就是我 我每次去到不同的音樂會 或者不同的表演 基本上都一定有八九成滿 就算不是全部全居居 他們是本身的人 是本身的人 真的這麼厲害 就是他們好像是當吃晚飯 對 就像你看戲一樣 是 但你說的 就算是香港的人 是的 香港我們有八萬人 八百萬人 是 我們Opera 一年才能做過兩個製作 是 或者最多三個 是 最多做五場左右 是 都坐不滿 是 但是別人那些是每天都做不同的 repertoire 基本上都一定會滿滿 他們那些 觀眾是不同階層的人 你看到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年輕的也有 其實是一部分的 是的 所以他們很看 這個文化 你可以看得出 這個文化 在他們的藝術 在他們人民的心目中 都是多麼重要 真的很重要 是的 因為香港 就算是粵劇 也不會慢慢有 是的 而且都是某一群人去看的 是的 所以 這件事很厲害 是的 那個氣氛很不同 是的 那個氣氛很不同 那個文化的氣氛很不同 我沒想到可以是每晚都有的 是的 每晚的 真的看都看不像 時間和錢和精力都不夠 是的 所以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是的 也好 還有他們有一個推廣文化 有一個很好的 譬如你三十歲以下 他有一個計劃 就是你去看任何音樂會 和看任何歌劇 都是 半價 可能是十元 哦 十元 你就可以去看 是的 那你變成年輕一代的人 你就會很鼓勵他看 是的 因為他不用擔心 哇 這麼貴 你買一張歌劇的票 可能是百元 即是很貴 幾十元 但他看任何音樂會 都是十元 是的 或者十多元 他只是一個學生歌 他可以去看 其實這個教育很重要 很重要 你可以吸引到新一代的人 你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否則你很難 可以通過這件事 去到下一代代 是的 其實我覺得香港 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是的 香港其實 戲劇 也有很多學生是半價的 或者是七節 也有 也有 你全世界是年輕人 也有半價 是的 有很多經典的音樂會都有 是的 其實應該要多點鼓勵 因為如果不是 你永遠都不會去到那件事 不過我想香港要多幾代人才行 是的 我想要多久一點 慢慢來 因為我們不是這件事 始終文化是不同的 是的 是的 Yuki Yus 是的 攝錄時間到了 是的 又到了 又到了 真是很快 是的 你回到德國後 我祝你學多點東西 看多點東西 很快找到一個很理想的工作 可以在台上繼續唱 謝謝你 你下次回來又找我們 好啊 謝謝Yuki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各位 拜拜